大家好,在历史上,所有的圣人都讲求宽恕二字 西方的耶稣如此,提倡宗述的孔子也是一样 然而宽恕并不是嘴上说说那么简单 宽恕需要诚意 没有诚意的宽恕不是慈悲的宽恕 而是表面的作作与假忍 宽恕后,感化了对方,则更是一种自然的状态 而非刻意强求 好,现在我们谈宽恕之道 马都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祭述 伯多禄向耶稣说 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 到七次可以吗? 耶稣回答说 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 而是到七十个七次 换言之,是无尽无限的饶恕 耶稣基督在他公开生活中的唯一使命 便是报告人类一个好消息 福音上说天国已经临近了 天国临近是天主救人计划的实现 包括天父借着基督赐给人类的各种恩惠 其中之一便是罪的宽舍 今天福音中的比喻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 天主是宽舍我们罪过的好父亲 不过在讲这个比喻之前 耶稣早已在自己的生活行动中 使人惊艳到这个天国临近的大恩惠 在耶稣时代 一些军师与法利塞人对于罪人 如税吏与娼妓是非常严厉的 税吏因为他们在罗马帝国内担任收税 犹太人都以他们是背叛祖国的大罪人 昌悸当然不用说更是罪人 所以一般犹太人 尤其致命清高的金师与法利塞人 非但心中轻视罪人 更不会去同他们来往 可是耶稣在生活中却与众不同 他曾召叫一个被人视为罪人的税吏马斗 为自己的门徒 他还同税吏一起吃饭 表示与他们接近 这种种引起了人们的惊议 以及金师与法利塞人的责问 可是耶稣怎样回答呢 他说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 而是病人 这表示他来是宣告天国临近 天父是宽舍人的父亲 他不排斥罪人 相反他要如同父亲一般 把自己有罪的儿女召回家中 耶稣与罪人的来往 便是在行动中说明 天主圣父借着他 将宽舍人罪的恩惠赏赏给人类 也因此在好几个机会中 耶稣不但接近罪人 而且向他们说 你们的罪宽舍了 这是天国的喜讯 这个喜讯是为一切人的 人人都需要这个喜讯 谁没有犯过罪呢 谁是健康的人呢 我们的精神生活中都需要医生 不过作为天主子女的教友 自己蒙受了宽舍 必须效法天主父 也宽舍别人 所以在天主经中 我们常说 而免我在 如我应免 父我在者 就是求你宽舍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舍别人一样 因为天国临近 不但促使我们回归天父 而且导致我们人间彼此和好 构成一个收受福音的友爱团体 如果我们看了 耶稣在公开生活中 与罪人来往的行动 以及他对自命清高的 经司与法利赛人的择刺 那么今天的比喻 便更加清楚了 他要博多路宽恕七十个七次 表示没有限制 因为天主圣父 常准备宽恕我们人类 而且无论人的罪如何重大 都能得到宽舍 在圣经原文中说 两个仆人欠君王一万塔冷通 中文翻译是一万个金元宝 一万塔冷通是极大的数目 一个塔冷通等于一万美金 一万塔冷通等于一亿美金 这是耶稣时代的天文数字 大的惊人 但是象征天父的君王 由于自己的人词宽恕了他的仆人 不过这个心硬的仆人 他不肯宽舍自己的同伴 于是遭受了君王的重罚 耶稣应用这个比喻的后半段 折刺当时的金师与法利赛人 不肯连领罪人 所以今天福音中的比喻 为我们一方面是好消息 因为耶稣告诉我们 无论我们罪过怎样重大 天父都一一宽舍 但是另一方面 他要求我们宽舍别人 这正是我们每天受灭天主金时 所熟悉的道理 不愿意 爱时忘记 小伤的回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